做好球場跳後我們要如何讓他真實的製作loop呢 現在目前我們剛剛都是在影片循環播放 現在如果把影格拉長後面拉長 如何讓他真實的loop 我們就要post mode一樣選到我們的骨頭 然後我們要記得選到我們根部的物件 這裡我們可以key這裡叫做add function curve modifier 這裡我們可以加cycle 他快速鍵是ctrl shift m 所以我們在這邊一樣ctrl shift m 一樣他可以快速跳出來 那cycle他就會做循環 那如何我們要做一些細部測試 細部的參數呢那n這裡他就有cycle 他可以就設定說我們要在幾格之後才要做循環 幾格之後循環像我們第0格之前循環嗎我們可以 第10格 這個我們在就可以說我們哪些地方就循環就結束 他可以這樣做一些細部的參數的設置 當然他這個是針對一個一個的curve去做調整 他不是針對整體 因為畢竟我們動態通常不會是整體就一個loop 通常會有一些其他不一樣的變化 所以這裡loop可以做一些參數的設定 另外一個會蠻常用的是 是叫做noise noise我就只針對一個一個curve去做就好 我這個彈跳 要不然他太複雜我們這裡他叫noise 他noise其他也是有一些參數 就是frequency 啊大小啊 這裡這裡可以做一些走動的一些效果 像有時候加攝影機的晃動啊 我們就可以在射完 攝影機的關鍵針後就可以加 noise 的這種 方式來增加他的細節變化 function curve modifier 這個是很常做一些動畫做一些 疊加性的效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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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